Hello,大家好,欢迎来到珠峰少女海苔,我是海苔妈妈 今天呢,我跟大家聊一下关于狗狗这个软变或者是慢性软变拉度的问题 就是可以通过食疗来缓解慢性软变拉度,这是我的一个经验总结 然后呢,我用过三个产品 一个是就是最常见的南瓜,这是南瓜粉 就长这样 然后第二个产品叫做Slippery Elm Powder,这个中文叫华鱼皮粉 然后最后一个产品叫做Sealing Husk Powder,也是一种粉末叫做车前子粉 然后这两种都是一种草药,就是最码在北美这边算草药 因为NEMO就是他小时候慢性软变拉度的问题就是我们寻找了很多方法嘛 然后就是北美这边你一旦软变拉度,医生会告诉你鸡肉米饭南瓜这种三件套那种 但是南瓜的固变效果非常差 南瓜就是起作用的部分是南瓜纤维,就是纤维能帮助大肠就是凝聚它的变变 但是南瓜效果非常差,所以南瓜的话强烈不推荐 如果你家狗有那种偶尔软变拉度或者是消化不良的问题的话 强烈推荐买这两个,这个或者这个都可以 华鱼皮粉可以用作软变拉度或者是便秘,便秘也是可以的 然后使用方法是就是一小勺然后加点水和一和,然后拌在狗粮里面或者其他东西都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C-Lim Hustle也是一样的,就是加点水,然后和一和,然后拌在狗粮或者是什么吃什么里面 注意一点就是你不能给太多,因为它这个纤维预水它能吸,特别特别吸水 它的原理就是它能帮助大肠水分在吸收,所以就是凝聚它的拔拔 所以呢就是你一次少,就一开始少给一点,以防它便秘 就是说就是当然我说的这些纤维啊,前提是你家狗软变拉度不是因为什么 就是那种疾病导致,比如说肌生虫啊,一线炎啊,那种导致的话,请看医生好吧 如果是那种食育消化不良,慢性肠胃炎,就是那种反复肠氧素,反复吃益生菌 或者是对益生菌没有什么效果,就是那种肠胃失调,肠胃菌群失调,益生菌没什么效果的话 吃这量非常会非常有效,包括IBD的狗子,IBD就是应该蛮常见的,就是如果你要吃那种肋骨传的话 这种会非常有效,尤其是这个,这个Citlin House Powder是基本是,呃,我在Facebook加了一个小组 就基本每个人都会买,就是天天吃那种,就是如果你只是偶尔软边拉度,人家狗子偶尔软边拉度的话 就是一周可能给个一两次就够了,就没必要天天给,因为这个吃多真的会便秘 所以呢总结就是,南瓜粉不要买,这两个可以买 好,今天视频就到这啦,如果你有什么疑问呢,可以留言在下方或者私信给我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